曼联星期一炒坦香格后 不用一天就已经敲定了新主税 就是Sbooting的Armorium 现在曼联和Sbooting谈计分手费 Armorium最快可以什么时候上任 有传说今周对车路市场波已经可以带领 也有传要等到国际赛之后Armorium才正式上任 不过无论什么时候Armorium已经是铁板板的 都会做曼联的新税 只是时间性问题 我相信很多英超球迷 包括我甚至万迷都好 一定对这位主税不是太了解 不过这两天英国的所有报章 包括Skyboy的节目 都在讲解这位新的主税 在介绍这位少税Armorium怎样吸引到曼联 他来到曼联将会踢什么阵式 他有什么性格 过去的一些细节 我看完这么多报道之后 我将会在这几十分钟 短短这几十分钟的节目里面 就告诉大家 这位少税究竟有什么魅力 令到曼联会 他究竟有什么料会踢什么风格 以及我对点看这位新 将会入主曼联的少税的前景 在节目开始之前 提提大家 如果喜欢我 汤米露这些节目 记得订阅我这条分道 给个like share comment 多些跟我聊聊天 事不宜遲 马上去片 阿摩联在球员时代 踢中场 效力过两支球队 分别都是葡萄牙的布拉加 和宾菲加两支球队 意味着他未出国搵食 他也代表过葡萄牙国家队 踢过2010和2014两届世界杯 不过我看回维基的资料 他只是代表过葡萄牙国家队 出场过14次 他也在国内 拿了三届的葡萄联赛冠军 和七届的葡萄牙联赛冠军 去到2018年 32岁 他就退役了 他退役后 就即时执教了 执教了一支葡萄球队 叫做Catsapia 去到2019年 他就过了当 去了布拉加 教B队做B队的教练 但过了三个月之后 他就被提拔成为一队的主教练 当时也找他救火 即是临时主教练 不过在那四个月里 他踢了13场球 他就赢了10场 赢了1场 输了2场 同时也赢了 波图 拿了当届的联赛冠军 斩路头角 使用了850万英镑左右的价钱 买断这个合约 找他回去做Catsapia的主教练 Catsapia在2019年 2020年球季 就在排银蒲超第四位 不过他落后了 卫免冠冠军波图有22分 而阿摩廉亦是史布廷 在七个月之内 第三位任命的领队 可想言之 史布廷当时的成绩 挺差的 不过随后 阿摩廉在之后的球季 就带领沉睡巨人 重夺了 亦失落了19年的卜超联赛冠军 而在多一季里 他们只是输过一场球 全季也只是失落了20球 然后在刚刚的球季 23、24年 阿摩廉亦再次带领史布廷 重夺卜超联赛冠军 亦得过两届卜超联赛冠军 很明显曼联的管理层 就是看中了阿摩廉 能够重建和振兴 没落豪门的能力 阿摩廉就被称为 摩廉鲁的2.0 他自己在很多访问里面都说了 摩廉鲁只有一个 而且摩廉鲁是他的偶像 他在32岁退役的时候 亦都参加了 摩廉鲁在布里斯本大学里 亲自举办的一个讲座 2018年的时候 摩廉鲁亦邀请他 去到他当时执教的 曼联的卡林顿训练中心 实责过一个星期 很明显看得出 他两个互相欣赏 以及亦有亦施亦有的关系 虽然摩廉鲁就是阿摩廉的偶像 但其实他也有自己一套的战术体系 他在sbooting里面 会用一个343阵式 或者更加具体的说 其实是3421阵式 你现在在图中也看到了 三中坚 很清楚 两个防守中场 然后两个翼柜就站到 拉到好边 以及站到好前 前面就是进攻的三叉踢 如果在进攻组织阶段 阿摩廉就要求中场球员要分散到不同的路线 去帮助球队从中路推进 而亦都要保持两边翼柜的高位和宽度 拉扯对方的防线 而两个进攻中场就要搶占在两边近翼锋的位置里面 同时也要保持跟中锋有近距离的配合 这就是sbooting现在的主要常用阵式 另外也可以看看这个图表 这个图表 是特别高分的 在预判防守 防守的强硬度 以及高位防守里面 分别拿了98分 95分 和83分 而进攻方面 Change Create有95分 射门质数是96分 我相信这个都是曼联急切要改善的地方 另外也看到 全球抗压性里面 有98分 也是非常之高分 这就是阿莫联手下的球队得分 和一些小小的风格 可以从图表里面的分数可以看到 进攻方面 阿莫联要求阵式的移动能力要求很高 要求前场有很高的流通性和流畅性 他很喜欢打反击 也要求球场上的球员要积极跑动 很喜欢在中前场里面堆满自己的球员 利用人数的优势 在对方的后场里面 就抢到球权 打攻守转换 简单来说 就是现在流行的高位迫场建设 指不停在袍超 短传次数是最多的 全球成功率也超过90% 在他们的防守三区 和中场三区的足球次数 和全球次数 最多的球员 就是他们的三中坚 就是三后围 大球推进次数 大球推进的距离 都是三个中坚 还要断崖式的领先 其实这里也能看到 莫廉自己的战术思路和打法 也是 三个中坚控球压上 他不会追求快速节奏 例如交给两翼快速推进 他也是要求由三名中坚 控制着球权 其中两个左右的中坚 就会向前传球次数比较多 拖口中坚 就会参与短传次数比较多 至于翼柜方面 Sbooting的翼柜 不一定要是翼柜出身的球员 都是适合一些 往返能力特别优秀的翼锋担任 都可以 至于刚刚那个 普超球柜 Sbooting的队里面 做出 想截和拦截动作 最多的球员 其实都是两边的翼柜 加上两边的中坚 和防守中场 在亚莫廉的三四二一体系里面 中路的人员会比较密集一些 会令对手将球权 移向一些威胁 没那么大的边路 这个时候 翼柜的抢断能力 和贴身的防守 要求就会特别高了 至于防守中场方面 亚莫廉一直都用开箱防中 其中一个防中 需要回撤到 在中坚身前进行保护 另一个防守中场 需要去到边路 帮忙做传控的背后 两个防守中场 都需要横向保位 至于两名攻击中场 就需要和翼柜频繁换位 频繁进行短传渗透 交叉走位 帮中锋制造入球机会 其他事件方面 都看到亚莫廉 在入主球会之后 希望在足球领域里面 有最终的华视权 和对343阵式的坚持 其实 他退役后 宾菲加B队都找过他做主教练 但他就拒绝了 因为布拉加比他的 主球权更加多 另外一方面 就是他第一天入主 齿波亭的时候 在跟衣室就跟球员说 他会踢343阵式 如果你适应不了阵式的话 你就无法获得出场时间 另一方面 今过夏天 有权委斯涵和李密普 都跟他走得很近 但最后为何谈不完 这两天 葡萄牙都传出 亚莫廉要求坚持 踢343阵式 和带上他的8人团队 入主球会 李密普老板 不太愿意为他 拆散现有的 后防组合 所以最后 没有聘请到亚莫廉 另外亦要提提 亚莫廉培养年轻球员 都有一手 包括现在在曼城的纽莉斯 热刺的 扑罗 曼联现在的乌加特 还有富咸的帕里里尼 其实都是 史波廷出身 亦跟过亚莫廉 亚莫廉也为了 史波廷培养了 这么多年轻球员 都赚了不少钱 相信 亚莫廉入主曼联 都只是时间问题 我相信最迟11月国际赛之后 都应该正式成为曼联的领队 他入主曼联之后 第一件任务 就一定是提升曼联的成绩 看看可不可以 在剩下三分二的球队里面 帮曼联打入前四 起码下年可以踢到勾冠 另外就是 确立曼联的战术体系 如果以他坚持的三四三阵式 其实我觉得现有现在曼联的人脚 都能够配合他的踢法 另外就是提升前场的进攻能力 其实史波廷在七大联赛里面 上一球球队 入球最多的球队 最多的球队 多过拜仁 多过曼联 所以 我相信曼联的球迷 应该都挺兴奋 这个新的教练来到 希望可以帮曼联和曼联重新起机 另外也有球迷就说 为什么他不等多时间 去带领曼联呢 因为其实 大家都知道 如果那帝国说 今季不教的话 曼联都在等着他来接手教 他来带曼联 当然是很大 就是没落豪门 但其实我觉得不是 因为你要接棒 哥迪奥拿的压力反而重大 但现在你接棒 这一队 烂到不可再烂的曼联 我不相信他会再带到什么新的低点 会不会带到他 要胡扣 不会的 只要今季 只要稍微给到曼联球迷 或者曼联高层看到 那些储疆 储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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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回上去前陆也好 我相信曼联球迷 今季都已经收货了 所以 亚莫联基本来到曼联 是没得输的了 我觉得他这个决定 和曼联的决定 我也觉得 是合理 和做得 这个决定是不错的 看看曼联 看看今季 他入主之后 能不能够有个 好似Sbooting 把一个沉睡的巨人 一个没落豪门 带起了 好了 今集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集回来再见 希望大家记得 订阅 订阅 和多点留言 和我聊天 或者留言告诉大家 你觉得 阿莫莉 戴曼联 究竟行不行 好 下集回来再见 拜拜